預售屋看不到實體 先看樣品屋再做決定 過去兩年房市大好 部分地區買預售還得用搶的 甚至出現付了定金 但建商返回的糾紛 根據內政部資料 今年苗栗有民眾向建商購屋 訂單上住民總價四百零二萬元 但四天過後業者卻告知 得加價二十萬才願意賣 最後建商寧願支付違約 補償金退約 就為了以後能賣更高價 不過隨著近期交易量銳減 其他業者紛紛坦言 明年房市不容樂觀 賣不好 他如果再不降價的話 根本沒有人跟他買 所以他只好孤注一賭 所以現在小型建商 現在目前講實話 在市場的現況之下 是在賭 賭不過的話 你可能就是兩個結果 一個就是變成爛尾樓 要不然的話就是 他在新建的規格 新建的材料上 會有所改變 會變得比較差 房市吹起冷風 小建商首當其衝 而過去標榜 不二價的現象也不復健 但對剛性需求的 購物組而言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或許會有一到兩成 讓利空間 業者表示價格變動 會依照區域供需情況 而有所不同 近期影響關鍵 就在預售物的修法政策 會如何通過 對於明年房市持續採取 審慎樂觀的保守態度 三立群的蘇雲課 李孟山台北報導 有所提早 字幕営樂觀的 在北京的地區 還有一半 有東西 扶貝 甚至